好 喜欢看运动篮球的 看过来 这是林书好 14号在比赛当中呢 意外受伤出现了脑震荡的现象 让球迷十分的担心 今天他带伤出席活动 他笑说啊 爸妈都问他你可不可以退休了啊 他虽然因为受伤 下场没有办法带领球队晋级后赛 心情难过 也想出去度个假 沉淀一下心情 但是他说他没有要退休了 呼吁球迷理性 也不要再攻击 打伤他的洋架麦卡洛 女星陈延熙跟杨澄霖过去 因为拍电视剧 是个好朋友好闺蜜 日前杨澄霖帮陈延熙提前过生日 杨澄熙也公布了 他们的好交情照片 但是大家比较在意的是 这张图杨澄霖的脸 怎么变得这么V 是不是陈延熙修图修过头了呢 还有网友说 反正只要自己美美的就好了 其他人不用怎么管 发现杨澄霖的脸变得超尖的 好 你觉得这是P图吗 欢迎您写上来 另外演员温生豪呢 还有蔡淑珍 魁为十一年再次的合作 拍的是时代职人剧 开创者 要挑战戒严时代 保全大亨的创业故事 和温生豪配对的安西亚 在剧中呢被情书追 戏外呢也频频被温生豪吐槽 说呢他被太阳晒昏头了 才会觉得自己跟女主角一样 温柔婉约 和蔡淑珍配对的李国义 则是说呢 以前就觉得蔡淑珍非常的有魅力 喜欢他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延期姐弟恋 一点都不担心 挑战到还好 主要是因为它是大概40年前 台湾的社会风气 那么我们就要 就要终于当时年代的气氛感 所以不管在 我们昨天定妆了嘛 服装打扮上面 都会做一点考究 那其余的部分 就按照剧本给予的 我们去执行 新雅好像在戏里面 非常的温柔 玩意儿 跟你本来的个性好像差蛮多的 有吗 我一直都很温柔婉约的呀 你是晒到头昏了什么 就是很需要准备一下 就是在读剧本的时候 觉得这个角色其实也不好演 因为要成为一个企业家 男人背后强大的女人 心要很柔软之外 内心也要非常的强大 除了漂亮这个特质 跟我比较贴近之外 其他都是挑战 诶 觉得挺可爱啊 好像是影院时好哥一个月就把他追到 是真的吗 是这样喔 疯狂写情书啦 对对对 那淑珍姐再次又再次演姐弟恋 会不会就是有点 驾轻救手的感觉 会不会就是有点 但我们这整个剧本 不是琢磨在感情方面 主要是这个企业的成长值 会有其他跟淑珍的合作吗 因为姐弟恋的感觉 当然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淑珍 对 就叫淑珍就好 后面那个字腿不用没关系 对 这个 虽然我们之前不认识 但是也有看之前的作品 我满欣赏她之前在女外科里面 那个角色的那个状态 谢谢 我觉得非常充满魅力 然后这几天的相处 我觉得 会喜欢上她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对于拍秀的默契 我一点都不担心